要支持楊秋昕 就是因為楊秋昕是一個被捕被捕的狼 這個狼可以算盡 針對這樣的俄語重傷毀謀 我們要在這邊嚴重提出來 什麼叫做被捕 我們在聽到陳菊陣營 在毀謀楊秋昕被捕的同時 我們也要請問陳菊市長 誰才是真正被捕的人 我們也曾經看到陳菊競選總部發言人 趙天寧先生曾說 楊秋昕僅僅為了短暫的利益跟權利 他違背了長期的理念還有理想 所以他認為他這是一種被捕被捕的行為 但是我們也看過聽過台南市的許天才市長 他也公開的承認民進黨已經幫派化 把公平公正的競賽的精神拋在一旁 然後利用民進黨的黨力來綁架民意 鞏固自己在幫派裡面的地位 所以我們要請問陳菊市長 您厚厚厚厚厚厚的講民主講人權 請問高雄市市民真的有平等的市民權嗎 我們認為好像只要不認同民進黨的人或團體 就會被區分會被排斥 所以這哪來的所謂的民主跟人權 所以您是不是也對不贊成民進黨不同意您的理念的人 也把他們當作都是鬼魯的人嗎 我們認為您當個首長竟然可以面對鏡頭一再的說謊 明明您就不願意參加有辯論性質的辯論會 卻一再對外的聲稱你願意辯論 最後還是用拖延的手法拒絕的媒體的辯視辯論會 只願意參加高雄市選文會所舉辦的公辦證件會 您卻還要說您還是參加辯論會 高雄市的公辦證件會 沒有真正辯論的實質內容 所以我們認為陳菊市長您就是躲在邦派背後 受到保護 把民主政治當作個人謀取權利的工具 這樣的陳菊市長您沒有資格來指控別人是違規 所以今天我們要請問您